第三个,将双圈圈的符号改为深红色粗体的项目符号 所以请你再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有没有 这个地方框起来 选择的是深红色 深红色,但是你要注意到 你选深红色 然后呢,粗体 对不对 然后最后面呢,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你按TAB键时 注意到这个颜色,这颜色有没有深红色 有,什么粗体,没有了,有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先按TAB 再去点深红色跟粗体 点完以后这个是OK了 然后注意到这是一个什么 项目符号有没有 其他的就干嘛,点一下以后 选择项目符号 这个也一样,选择 项目符号 什么意思,一个一个选 你把它选成项目符号就行了 它就会套进来 套进来 每一个都要做一次就对了 好,总共是五个 五个都做就可以了 好,请你们俩 我先去招项目符号